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8号元宵节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汉市的一家酒店内 我们现在从画面里面可以看到我们酒店的工作人员正在制作元宵 一会儿他将会把这些制作好的元宵免费送给一批元旱的医护人员 我们现场的话可以看到酒店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大家分发元宵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疫情当前我们的这些医护人员吃的全部都是盒饭 而且大家也都是尽量的避免聚集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也是尽量不说话 据我们了解这家酒店入住了有300多位来自山东和新疆的医疗团队 这几天他们在酒店进行培训之后就将会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开展旧职工作 医院的领队还有咱们酒店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的这次元宵的汤圆还有晚餐 我觉得让我心里头感觉特别暖 虽然离家这么远但是我们的心都在一起 希望就是希望疫情能够通过我们这么多医疗队然后的共同努力 然后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我想对家人说的是虽然我的父母不知道我来这边 但是如果说他们要是看到的话我希望他们放心我们在这边特别安全 我的孩子就今年也是三岁然后第一次没有陪在他身边去过这个元宵节 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难受 但是我相信我们通过我们的力量一定会尽早的就是打赢这场战争 然后去和他们团聚 相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只要大家新在一起就是团圆 等疫情结束欢迎大家来武汉吃热干面拼小龙虾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